居静一最近可是火的不行 他主演的新剧《花间令》一播出 立马就引发了全网的热议 这部剧啊 前两节还是郑和惠子挑大量 他演的那个女主 虽然穿着粗布麻衣 脸上还有个大疤痕 但真的是又聪明又勇敢 看得观众都入迷了 觉得他的男主角刘学艺超有CP感 可是剧情一转到第三集 女主就换脸成了居静一 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原本女主的倔强 勇敢全都不见了 被居静一演成了那种 绞柔造作的小丫鬟 看的人真是有点尴尬 网友们也是毫不留情 直接落评说 看了前两集 还以为是个精品古装探案剧呢 结果居静一一出现 就变成了流水线古偶短剧 就连男主刘学艺都受到了影响 耿正和惠子搭戏时还挺有魅力的 一跟居静一搭戏就变得呆呆傻傻的了 早就知道居静一演技水平 说起居静一近几年的影视作品 我脑海中浮现的不是那些精彩的剧情 而是那稳定的让人叹为观止的评分啊 满月之下请相爱4.4分 嘉南赚3.9分 花容5.0分 仙剑四 4.3分 这分数稳定的让人怀疑是不是同一个导演 同一个编剧 同一个后期团队做的 不过话说回来 居静一演啥都是一个样 这能力也是挺难的的 别的演员都在努力突破自己 他却能在不同的剧里演出同一种感觉 这也是一种才华吧 可惜啊 观众对于这种才华并不买单 说实话 居静一现在的脸确实挺漂亮的 但演戏这事儿 漂亮可不是唯一的标准啊 得贴合角色 得让观众有代入感 不是吗 有人见过真实的他吗 这个居静一啊 可真是娱乐圈里的一股清流 从头到脚 人设素颜举止 甚至头皮 肩膀身高 都是那么的独特 哈哈 一起来巴一巴这位小姐姐的趣事吧 居静一的偶像包袱可不是一般的重 到哪都是一副端折的样子 小心翼翼的维持着自己的美女人设 有一次上节目 她当起床就被拍到了素颜状态 结果呢 无论是发型 美瞳还是眼影 样样俱全 这哪是素颜啊 简直是全副武装 节目弹幕里也是一片哗然 大家纷纷表示不相信这是素颜 说到身高这个谜题 居静一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官方认证是159厘米 但早期她自己又说过是162厘米 这身高怎么还能越长越矮呢 真是太神奇了 跟其他明星对比下也是谜团重重 不过话说回来 身高这种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纠结的 主要是她这撒谎的毛病 确实有点让人无语 不过 居静一在拍照方面还是挺有天赋的 她的自拍照片 每一张都是精挑细选 角度 光线 表情都恰到好处 只可惜啊 有时候用力过猛反而会让人觉得有点假 前不久 居静一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 也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有细心的网友开始深挖节目细节 发现居静一在节目中总是刻意保持完美姿态 无论是笑容还是动作都显得特别刻意 有网友直接说她这是在演戏 一点也不真实 看来大家都觉得她在节目中表现得太假了 居静一和刘学义主演的《花间令本以为是一部言情剧》 却掺杂着悬疑元素 故事剧情很吸引人 这部剧在历史上是有原型的 其中刘学义饰演的男一号名叫潘岳 其实就是历史故事中有名的 天下第一美男潘安 剧中也可以找到很多细节 他为王七所写下的悼念诗文明天下 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为妻子写悼念诗的男子 可见其对妻子杨氏的爱有多深 在剧中加入了一些悬疑奇幻元素 但他爱的人始终没变 一直都是杨采薇 在妻子去世之后一叶白发 这和历史上的典故攀阳之好完全一致 刘学义在一众男星中一直因为高颜值备受观众喜欢 他的外貌和天下第一美男子的身份很契合 作为天下第一美男的妻子 想必杨氏也一定有着过人的美貌 居静一这一点上也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在剧中还有很多细节也被完美复刻 攀阅在路过大街小巷时 妇人们都会以美貌为观 和历史典故中描写的一样 近几年拍摄的古我电视剧真的是越来越会了 俊男美女汉服偏然贫宗雅韵 古风徐徐 让人不禁感叹 好一幅唯美的古风景致 优酷的秀探系统 估计捕捉到了这一商机 3月15日空降播出了一部古装悬疑 《爱情巨花间令》 成为了热度仅次于与凤行的榜单亚军 这部电视剧一开篇就主打一个紧张刺激 男主攀阅留学一实施风流倜傥 貌似攀安的美男子 女主杨采薇正和惠子 实施个整日和尸体打交道的毁容舞作 两个互不相干的人 却因为机缘巧合成为了夫妻 剧中 上官只对攀阅一往情深 为了引起男神关注 不惜成为寿身达人 还请来巫师为他调理助言 不仅夫如宁之 吹谈可破 神态步调都宛如仙女下凡一般 时而楚楚动人 时而病骄恶毒 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封批又容颜绝美的女人 无论如何都无法吊起男神胃口 在男神宣布要娶武作杨采薇时 他彻底绷不住了 在大婚前偷偷绑了新娘 让巫师帮他们互换了面容 这一神操作 世间也是没有谁了 邪恶就罢了 还没有智商 难道男神是为了武作这张毁容脸吗 结果还没入洞房 就成了杨采薇的替死鬼 天杀的逻辑不通啊 全杰把这些包袱当作为了给美丽版杨采薇重生做铺垫吧 于是矛定复仇决心的杨采薇上线了 两个角色的扮演者是有着四千年美女封号的居静一 这个封号是日本论坛网友为他起的 可以说小居是近几年唯一一个因为长相漂亮而火出圈的艺人 她是1994年生于隋宁市的川妹子 精致长相 瓜子脸 一双大眼睛 灵蒙剔透 虽然不是科班毕业 但从小喜爱艺术家上人田聪颖 很早就以歌手 演员身份签约了上海48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2013年成为SNH48女团成员 2015年主演微电影《摩天节》中的嘉兰 作为歌手频繁参加各大综艺节目 业界评价她的音色甜美空灵 气息 真假音转换熟练 被称为灵魂歌姬 她的演戏天赋也是受到导演肯定的 虽然从出道以来 她就被人购病为古装造型伴永久 但是她饰演了大量古装片主角 比如《花容》中的《转世凤凰未知》 《仙剑四里》的红衣少女韩玲 《杀佳南传》中的郡主江宝宁 如意芳妃李逃婚的富荣 还有众所周知的《新白娘子传奇》里的白素贞 其中的主题曲《青城山下白素贞》 也是她演唱的 妥妥一个全才美少女 虽然网络上关于她的黑料不断 但是从她的表现中 观众们看到了她的努力和敬业 男主潘月是个风度翩翩 性格复杂的人 表面高冷 给人以疏离的感觉 但冷静沉稳又专情执着 为了寻找心爱之人杨采薇 不惜与父亲断绝关系 身为御史 能够在复杂纷繁的全谋斗争中 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从性格上看 就知道她绝非一个招风影蝶之人 但是属于静而风不止 总有莺莺艳艳想撩动她的情愫 饰演潘月的演员是刘学义 1990年出生于山东青岛的实力派演员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科班毕业加颜值出众加舞蹈功底 让她从众多演员中突围出来 虽然演过不少反派 但丝毫不影响她在观众心中的位置 在校期间 她就扮演了上官婉儿中的五三四 还有我们的纯真年代里的图强 2017年在天机之白蛇传说里 饰演妖帝长荒和天地两个角色 高个俊男谁人不爱 花间令已经播出 粉丝们都迫不及待得给留学一组CP 尽管女主是居静一 但坊间都认为她和郑和惠子更适合炒CP 最近二人还在谈二搭 如果档期允许 二搭可能很快会敲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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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上官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